李建新 63岁 退休金2700元 婚姻状况丧偶 住房情况与女儿同住 介绍一下杨清风 杨大哥 你好 李建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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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上楼吧 我这是一楼 慢点啊 这样 这个屋基本就是客厅 杨一哥这屋住了 这屋是卧室 这个小卧室 这屋是一张床 这屋完全简单的 我这都是不相信这大城市 整屋那么繁琐 谢谢 过一日子 这人 咱们瞅着还能吸收得了 我这前面有个小园 是不是 你看 有个小园 还有朋友的有个文石 在后边 帮着有时候 平常没上事呢 他忙起来 因为他家两口子干不来 所以我过去我就帮他干一个 早上起来溜达到那儿干个两三个小时 就回来了 这个我支持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性格的人 是不是帮助别人是自己的快乐 就是平大夫 过这一生 平平地过一生 不像人家那个 就是说愿意打麻将啊 喝酒啊 出去跳舞 这是找到我 抽烟 抽烟我不会 喝烟呢 不喝酒啊 是我挺喜欢的类型 抽烟说话还挺随和 我是喜欢男的 比较洋刚一点的 我感觉洋刚 就像初二伯 人家跟男的女的挺豪泛的 我所说的洋刚 男人就是男人的那种气概啊 不磨磨磨叽叽的 就是大度一点的 有男人的那个包容啊 就是随和 再一个呢 我在生命上呢 我有唱歌的学的 那没事 我每周得唱一次到两次 图一次步 唱一次到两次歌 这个东西 因为刚才你说了 你不唱歌 不那啥就只是 徒徒步 走走步 所以说这个 你看到这个 你没有共同的想法和那啥 那肯定是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也很费劲的 就是虽然它即便是很随和 你总出现做那啥 它肯定是它得有想法 也行啊 行 也行 这玩意吧 你不能说咱们说 把人家就拢在咱们身上 是不是 这看来呀 杨大哥是真相忠咱李大姐了 简单了解了兴趣爱好 杨大哥也想着更进一步的 再了解一下李大姐 那你跟二女哥一起 对 我老公走也走很多年了 但是我一直是从来都没找过 真的 这倒是有的真的 你看 我这个人啊就是说 我是说出一句话就是 就是一句话 他说那个一直没找 我感觉你有点不相信的 你还问他去 真的吗 真的 我真的不相信 您这人素质挺好 你是不是都 净热 我就一个小孩 一个女孩 但是我小孩没结婚 他自己也挺自力自强的 聊到了子女问题 红娘发现啊 杨大哥开始有了顾虑 这看着聊得一直不错的两个人 因为这个问题呀 而犹豫了 红娘决定啊 和咱们李大姐的女儿 电话联系一下 所以这个事首先我支持 嗯 她如果能吵架自己的缘分呢 我前妻是我 我会给她做共赔 啊 但是她自由的 关心她是一方面 嗯 但是希望她能找着妈妈的人 多一个关心她的人 会更好关心 嗯 然后我也支持啊 无论在一起生活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咱们女儿也特别孝顺 我听咱们那个大姐也说了 就给妈妈照顾也特别好 但是我代替不了她这个伴儿啊 在和李大姐的女儿 电话连线的时候 侯娘发现 李大姐默默地流泪了 嗯 我觉得她非常懂事 嗯 好 孩子 你问啥呢 真挺好的呀 你看咱俩真要结合她一起 真挺好的 你这个女儿 我没有女儿 你看你们有儿子 是吧 真要结合她一起真挺好的 多年的辛苦付出 都得到了女儿的理解 可以说啊 这么多年的付出 都值得了 那听到了李大姐女儿的电话后 杨大哥现在又是怎样的想法呢 她自己不说了吗 啥也不用我负担 是不是 就是说她女儿啥也不用管 所以说咱们这点她要说出来 咱们刚才到心里也算行了 男人就得担当 你要做男人你要不担当 你说女人 你说我要说回来 你说你头发上 你就是挺苦的 你说我要代替照我 你说小孩 那不就完了 像刚才女儿的说的话 是不是 真长得也好的 挺好的 还是蛮好的 不错的 经过了双方刚才的了解 咱们杨大哥和李大姐 都对彼此的感觉不错 杨大哥这边呢 也即使早就为李大姐的到来 提前做好了准备 饭也闷了 我把蛋糕也炖上了 把蛋糕也炖上了 把蛋糕也炖了 炖了 我炖了 炖了 因为咱们到时来 挺辛苦的 到时来了 我来其他的咱们 整个小花菜 炒一个苦瓜 原来呀 杨大哥早就准备好了食材 就等咱们李大姐的到来 用我剁碎的 最好 好 谢谢 吃饭 做菜以后 是说 讲话 你觉得好像不大 不是一个频率 杨大哥觉得 无论是性格 还是过日子 李大姐都不错 但是李大姐觉得杨大哥 在阳刚之际这方面 还是差了一点 于是两个人决定 先留个电话 再考虑考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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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